最近重庆的疫情稍微有一点点的严重 因为前几天检测出来一个外籍的无症状感染者 然后他们还工作的那个公司和租的酒店 全部都停业了 我现在是在这个红土地的地铁站 红土地地铁站 就感觉好像是很普通地铁站的样子 就是一个普通的重庆地铁 所以它这个地铁站挖的深度有90多米差不多 相对于是有30多层楼 就是相对于是从这个地面我们走到下面去做这个10号线这个地铁 最底下就直接到了-94米差不多了 这里就是这个10号线和6号线的换乘的一个铁站 我们现在开始即时看走到下面到底要多长时间 据说这个地铁站一共整个地铁站 红土地地铁站有10多部电梯 扶梯哦就是这种扶梯 现在这里是第三个扶梯 这个扶梯很长 这是我们的地铁邮寄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扶梯 看要做多少个扶梯才能到最底下去 整个扶梯也好长哦 我们做了四个扶梯 然后到了这个这里是售票的地方 这个地铁站其实是6号线跟10号线的换乘站 之前没有这个10号线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这么深的 6号线其实只有60米 建10号线的时候就挖到了94米 为什么要建这么深啊 其实是因为地质构造不稳定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建这么深 所以就见到了90多米 我们开始第八个扶梯 好像到了就下面就到了 看一下这是我们刚刚寄的石 从上面走下来居然走了9分钟 但是我们走了很慢 边走边在拍 所以9分钟 他们平时的速度大概3分钟 3分多 3分5分钟左右 3-5分钟 估计就可以到了 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在 红土地的这个地铁的最底下 就是-94米吧 差不多是 从地面到这里 就是已经有94米了 其实感觉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真的很长 所以在重庆坐地铁 真的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 从地面走 走上来坐地铁 不要走那么久 不要走 起码走个5分钟才能走的 如果速度快的话 这一站估计就meter铁 差不多是三十四分钟就可以了 改变了 铁度后 大点 对 在哪里 済到这一顿 我们 感谢观看